14号出席G20峰会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发布会 他说全球正面临多项 关乎未来发展的重要挑战 他希望20国集团发扬团结精神 寻求应对共同挑战之道 他提到气候变化是人类当前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之一 呼吁发达国家做出更大努力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支持 并尽快达成气候团结协议 此外 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是人类面临的另外重要挑战 在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高企的背景之下 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他表示 希望动员更多力量 不让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道路上掉队 古特雷斯还指出 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实现数字化转型也是紧迫任务 期待20国集团在相关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